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中國大陸在2023年 確實對美國對台灣 在中美關係跟兩岸關係上面 下足了苦工 用足了力氣 我們剛剛提到的三個人事布局 通通都是破格任用 包含王毅 包含請綱 包含宋濤 而從這三個人事布局 以及最近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舉動 甚至包含習近平主席的新年談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未來中國大陸對美國恐怕是更加強硬 而對台灣的部分 我們換一邊看看 恐怕會是更加的動之以情 睡之以理 從新年談話可以窺見端倪 我們先從中美關係來看 來 在習近平的新年談話裡面 對中美關係怎麼說 他說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 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兩國要正確看待對方 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 確立對話而非對抗 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 話說得很清楚 而且姿態也擺出來 你說強硬嗎 不算太強硬 你說是好嗎 恐怕美國會搞什麼心機 搞什麼把戲 中國大陸已經了然於兇 所以就在新年開始出現了兩個史無前例 哪兩個史無前例 各位 一個對台灣放出訊息 一個對日本釋出警訊 我們一一來看 首先 共機破進陶竹苗外海 二十四海裡臨街區的空域 也就是說幾乎已經要飛進台灣 二十四海裡的算領空嗎 還是算領海嗎 然後據說當時北部防空飛彈全部待命 這個雷達上面的紅點目標警訊大響 既兩艦就開戰了 距離太近 據說 台軍只能飛在 共機的更外面 來調整隊形包夾 不知道啦 這都是軍方的相關說法 而據說 飛到這麼近的地方 就是史無前例 另外一個史無前例 是對日本 這是1月1號 日本防衛省公佈了 共機侵擾的路徑 說這個無針7 就是這個偵察機 飛到哪 飛到了沖繩 跟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 而這個海峽直接飛越過去 也是這裡 也是史無前例 說中國大陸的軍機 從來沒有這樣子飛過 然後說航空自衛隊 也是派了戰機警戒 所以新的一年一開始 中國大陸就對台灣 日本據說 據報導稱 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軍事動作 各位你覺得 這是衝著誰而來呢 當然除了軍事動作之外 我們來看戰狼升級 恐怕也是衝著中美關係而來 中國外交進入戰狼2.0的時代 首先講到的就是王毅 從王毅外長現在變成王毅主任 是中央外辦主任 外交決策部門的最高級別官員 簡單來說就是外交的一把手 這個可能大陸朋友比較知道 台灣朋友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中央外辦是屬於黨的單位 那這個秦剛呢 打破慣例 提前上任外交部長 他是屬於國務院 也就是一個政府部門 基本上雙方應該是平行的 可是因為中央外辦 主導的是整個大陸 外交的策略還有戰略 而外交部屬於執行部門 因此在權責分立上 中央外辦應該是高於外交部 也就是說外交部他必須聽命於中央外辦 因為很多時候中央外辦他決策的內容 執行的政策是需要多個部門 統籌指揮的 那外交部就會是多個部門當中的 其中一個 所以照理來說 王毅現在變成一把手 那麼秦剛是接任他空下的 外交部長的位置 好啦 才剛上來 1月1號王毅就發表文章了 也提到會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然後回擊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 同時強調台灣是中美關係 不可逾越的紅線 除此之外講到的就是秦剛了 也是打破慣例提前上任 本來應該是3月全國人大會議才被選為外長 但是提前就任 這當中又有什麼特別急迫的需求 要讓秦剛提前上任呢 好 秦剛升任外長當然已經看到新聞了 有跟布林肯告別通電話 用舊的身份和新的身份 同時對美國發出訊息 而另外他12月26號也在國家利益 美國媒體發文 說中美之間不僅僅是經濟不易 如果美國想要跟中國拼個輸贏 那麼中美關係很難健康發展 甚至會不斷惡化 造成的後果也許中國會受傷 也許全世界會受影響 但美國恐怕是更加難以承受的 好除了發表文章之外 大家很關切的就是布林肯警鈴大作 現在以前的對手更上一層樓 是不是也希望中美溝通的管道保持暢通呢 好我們來看 這個秦剛就提到說很感激在任期間 跟布林肯進行幾次坦承深入建設計的會談 期待與他保持密切關係 來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 外交部也提到秦剛向布林肯道別 希望能夠繼續的致力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那布林肯當然這個老朋友了 老對手了 現在也不是離開人也沒走 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更高的職務 未來還有很多交手機會 所以布林肯你說雙方討論美中關係 要保持管道 而且必須要暢通 以免擦槍走火 是啦 話都是這樣講啦 但是動作做出來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話長這麼好聽 你美國動作那麼多 那中國大陸把話長一講 派個共機出來飛一飛也是剛好吧 新的一年中美關係會往哪裡走呢 好 兵哥 其實共機接近我們淘族外海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很怪 因為我們現在雷達能力照理來說 他們在機場起飛我們就應該要知道 但是我們有雷達鈴聲大作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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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那顯然就是我們雷達雖然早就抓到了 可是他們一起來的時候我們根本沒再注意 然後等他過了海峽中線我們才開始緊張 開始逼了才發現 那你就來不及了 因為台灣海峽就這麼窄一點點 那共機如果他是高速這樣飛行過來的話 幾分鐘就到你頭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 我們現在整個戰略眾生被壓縮到 其實已經到了很危險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你除非有辦法隨時 隨時隨地在台灣上空我們都有再空機 不然的話你根本來不及上去攔截它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 那可是呢 這個恐怕以後會變成常態 我看他三不五時就會來一次 那這個大概是跑不掉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因應 過去邱國正講的很大聲 只要接近我們領卡領空 就把他打下來 對 現在如果是真的 說這個史無前例如果是真的 那我們的動作 根據我們外交部的說法說 因為太近了 我們只能從外包圍 人家蔡英文2019年就說 跨越中線就強勢驅離 對 現在人家每天都跨越中線 而且勢中線如無物 怎麼沒有強制驅離 怎麼強制驅離 上去開槍不然 不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也怕打起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 這個狀況其實對空軍來講 壓力是非常大 那請問一下你們要怎麼去 你們到底SOP想好沒有 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狀況 而且與此同時 日本也感受到壓力 那他現在就派無針機去 當然我覺得一開始 只是先做一個測試 那以後他一定會大量使用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便宜很多 那也不會有人員生命的損失 所以我就常常來 那你日本要怎麼去因應這個問題 實際上他也不是第一次派 他已經好幾次 只是這次特別穿過宮古海峽 這樣穿過去 也是史無前例 那他其實在台海周邊 已經早就運用過非常多 包括彩虹無人機 包括無針機 這些東西 他都已經出來過好幾次了 那現在看到是一架兩架 我覺得以後他會開始編隊飛行 慢慢又變成常態了 而且可能會更加試探日本的紅線 甚至我覺得老共以後 很可能會隨時保持 就是在台海周邊上空 隨時有他的飛機 在那邊不斷的巡航 我覺得這個是他非常有可能 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一方面會帶給我們壓力 但更重要的就是在告訴美國 其實在告訴美國你的 你其實在這邊不是由你來說話 是由我們來講話 因為他 因為美國不可能常規的武力 一直在這邊不斷的巡航 對 他量的沒有這麼龐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美國對日本對台灣 其實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但是你又看到與此同時 習近平的談話又放鬆了 就是以前他固定 新年談話一定會提到統一 這一次就沒有 對台灣就沒有 這一次就兩岸一家親了 好像放軟 一國兩制也不見了 我個人覺得就是 這一次習近平連任之後 我發覺他對很多工作抓得更緊 特別是 現在對美國跟對台灣的工作 我覺得他是完全由自己在主導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自己在主導 然後他大概深入了解了 台灣民進黨的一些運作模式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 我不會給你民進黨有做文章的機會 也就是因為沒有必要在言語上去 因為你每次講統一 民進黨一定把它解釋成他武力犯台 對 那我現在講兩岸一家親 總不能說武力犯台 我何必丟槍給民進黨撿呢 我不會製造這個機會給你 那我覺得他們現在 其實你從去年的921大選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習近平越來越靈活 也就是在對台灣的偵測 不像過去一樣很八股的 民進黨做一個反應 他們國台辦就固定要做一個反應 然後中國大陸這邊就一定要嗆聲一下 他們現在不這樣做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用更靈活的方式 我不要讓你民進黨可乘之機 因為去年選舉的時候我是真的 直接被告知就是說 因為我偶爾會去上一些大陸製作的節目 他們直接告訴我說 希望我在節目裡頭 不要提到選舉的事情 完全不要提 真的耶 就是因為他們不想被民進黨拿去做 那真的是20大之後的改變 對 我覺得他們的改變是蠻明顯 然後他做這個人事布局 顯然習近平很積極的 想要把對美的事務 對台灣的事務直接抓在手裡 他自己直接來操作 然後都找他最信任的人 然後也把整個成績升高 那當然王毅 現在的位置更重要 那實際上因為他們是一黨領政 所以本來黨值就是比公職還要大 對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書記是比市長還大 對 就是他們的政治體制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你會發覺 我覺得這顯然是一個 比較快速反應部隊 也就是以後美國這邊 稍微有什麼動作 或者美國講一個什麼話 他們會立即反應 會立即做出針對性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習近平要 減緩 以前可能有一些反應太慢 或是沒有即時反應出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 習近平在做一個轉變 所以我覺得以後 中國大陸不會示弱 然後會對美國的很多動作 是你今天假設一出台你的政策 我馬上就會有對應的方案出來 我認為他以後會開始 越來越快速的去面對這個東西 那就看他們今後 美國是不是能夠跟上這個快速度 因為我現在反而覺得 美國有的時候 他的政策是出爾反爾 比如今天這樣說 明天又那樣說 後天又這樣說 那我覺得他們自己 如果沒有抓準方向的話 再跟中國交手 我覺得他們不見得會站到平衡 全天後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